就像咱们刚刚看到的有两个下关线下关线Dict下关线下关线这个东西一样 还有很多魔法的属性 魔法的方法魔法的属性将来在Dict里面是不是都是以属性的方式存出来的吧 都是变了名是变了名 还说明其实也是个变了名 只是指向了一个地方而已 大家看 Dock还知道什么意思吗 下关线下关线这个用过吗 这个的用处是 我可以查看这个地方的描述 听懂意思了吧 描述一个信息 这是用于看电影的神气 看电影的神气 神气应该不是这个气 还是气 那么Dock你在这个地方写什么东西 是不是将来咱们通过类的名字 是不是可以取出来 这是描述的 还可以怎么去 你告诉我还可以怎么去 class定一个T 定一个T 它呢继承了object 然后123123 123 来 那么接下来 我就试一下 Hell Pro T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相当里边的一部分了吧 其实说到这 同学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了 双引号里边不允许出现双引号 单引号里边不允许出现单引号 就是一对双引号里边不允许出现 一对单引号里边也不允许出现 但是三个双引号连在一起里边就可以出现 听懂我意思了吧 可以出现 没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全部描述都在这了吧 想要获取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多啊 T点下回线下回线 DOC 是不是也能取出来 你看这个道理吧 if这个特殊的魔法属性呢 来取类的描述的 很简单啊 Modium和class 请问我咱们先说class class还记得什么用吗 class看什么 谁创建了你这个实力对象 是不是这个哥们是不是显身那个类啊 你看啊 小写的T等于大写的T 那么T的下回线下回线class 谁创建了我啊 哦 原来是这个模块里边的man man里边这个T 这个类是不是创建了我 请问是不是当前这个T创建了我吧 class 能够显示当前一个实力对象是谁创建的 那么这就是class 那么这个modium 这个哥们是干什么的呢 能够显示 你这个对象 创建你这个对象的类 它在哪一个模块里边 这个呢 对吗 这个点的了解啊 当前有个test的模块 有个mind的模块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from test是不是直接import person 把这个类是不是倒进来了吧 接下来我通过这个类创建了obg obg的下回线modium 这个哥们 取出来的值就是test 就是你在哪个模块里边 哦 在这个模块 如果要是取class的话呢 就是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个类 听懂了吧 啊 就是一个取模块名 就是创建你这个东西在哪个模块 啊 创建这个东西在哪 两个 这个不用说了吧 请问是啥意思啊 同学们 我给大家强烈点 这个不要说它叫构造方法 如果你有听过的话 这个不叫构造方法 没听过呢 我也跟你说 构造方法 在一些其他语言里边呢 它表示了一种特殊功能 构造啊 构造是这么想 创建完之后 紧接的处置化 是一个函数搞定了 但是咱们的pysay呢 它是两个函数搞定了 一个new函数 一个new方法 是不是还有一个引力的方法了吧 所以说什么 切记 不要把引力的方法 直接说成构造方法 因为构造方法有创建 还有数字化 这仅仅是不是数字化吧 如果再把那个下滑线 下滑线谁啊 new 如果也把你们两个捆在一起说 你们两个完成了构造方法的功能 请这么说可以吧 这么说就可以了 不要说它的构造方法 那么delete呢 一般呢 就是当咱们去删除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会调用的东西 对象删除之前 先调这个 调完了之后 立马删 先调这个 拍摄你这些 自动调 立马删 那么还有一个call 这个call呢 其实同学们啊 这个call啊 有点多有 有点多有 咱们会哪个地方讲了 咱们详细的call的一个应用 咱们会在讲装饰器的时候 我给你讲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说一下 call能干什么事 反正就是废友的方法 自己的属性 特殊情况下 它就自己调了 不用你管 那么这个call方法 什么时候会调呢 首先你保证你的类里边有个call方法 然后你创建一个这个类里边的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直接扩起来 它一定会调这个 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不管你当前的对象是什么对象 你想让对象直接可以调的话 首先要实现这个方法 然后呢 当你去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调这个东西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到底能干什么事 你现在是没有案例在这方程的 旋软装持起 咱就有了 你这个地方知道一下 好了 第一个条咱们刚刚是不是说过了吧 能检查类或者是实力对象里边的服务率属性 这个不用说 这个不用说 那么这个STR也用过了吧 这个啥 什么时候会掉 print 你这个例子里边不也写了print吗 其实print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获取这个对象的描述的时候 它就掉 听懂吧 除了用print可以打印一个对象的描述之外 还可以什么呢 举个例子 双一号 这个当前 就这么说吧 我就举个例子 当前对象的描述是等百分之 请问 是不是还能描述的东西 你写上个百分号 你写上个obg 请问 这意味着啥呀 首先 来说 这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我要组一个字符串 就这样 这种方式咱之前用过吗 用过吧 就这么说 A等于 哈哈 咱们原来是不是这么写吧 如果我B等于100 那么A等于 哈哈的时候 如果写上个百分D 你后边可以写上个百分号B 那么接下来你再看一下 A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字符串里面的东西 和这个B里面这个值 是不是合并成了一个字符串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G 如果你接下来有一个字符串 你想要组一个字符串 但是呢 你这个地方这个对象呢 它没有一个返回一个东西 那么你直接放在这的话 它也会自动调用它的STI方法 懂你懂的吧 也就是说 此时此景 那么 除了print之外 这个依然会调用obg指向的对象的STI方法 返回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替换什么东西 同样会说 以后要答问题 要准确 不是print 是我为了要得到一个对象的描述 它一定会掉 听懂了 那不仅print可以得到对象描述吗 这个不也可以得到对象描述吗 也是可以的 好了 这个是STI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说这两个 这两个呢 当作一个了解 你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干 就可以了 注意看这个代码啊 我创建了 我定义的类 我接下来通过这个类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这个实力对象 啥玩意儿 我把刚刚 直接刷新了观点了 是吧 原来你创建了对象 还可以写括号 原来你创建了对象之后 还可以写中国号 中国号意味着什么呢 把obg对象 当作了字典对象 如果一个类里边 实现了getItem 实现了setItem 实现了deleteItem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这种方式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 把ke当作k值 到这里边 是不是取它对应的value值啊 那么这个时候 会自动的 这一句话导致自动掉这个 掉这个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ke当作实力 传给这个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你接下来把它当作 真正的key 是不是接下来 你去想给它 返回一个值 是不是就 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哥们的值是谁了吧 那么 获取一个 根据key 获取一个值 根据key 获取一个值 然后接下来根据key 设置一个新的值 请问这个时候会出发谁呢 set 这个key2 会给key 这个老王 会给value 因此接下来 你想怎么做 是不是就随你了 发动吧 那么最后 你删除这个key value的时候 删除这个坚持对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掉 那么 言为自己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设想一个问题 好像咱们之前 做过一个东西 可以把对象 for 循环 还有影响吗 for time 一个势力对象 还记得吗 那个势力对象是什么对象 我敢保证我讲过 你不会再退到别人身上了 我刚才我讲过 可迭代对象 可迭代切那个地方 是不是讲过 可以用forge 我循环 接下来写个东西 一 你是不是可以写上自己创业的实力对象 是吧 我不想说什么了 时间不够 有时间我再说你 你错个时间我再说 那么这个地方 出面要注意了 原来咱们学的 那个可叠的对象 可叠的对象里边 是不是实现了 eater方法 很耐心的方法 那么我就可以for循环用 我只要在这里面实现了这个方法 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分点用 就表达这个意思 就表达这个意思 那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当列表用 看一下 在这个类里边实现get 这个怎么读 slice还是怎么读 就切片里面 获取设置 delate 你把这三个哥们实现了 放在这 那么最终 他能够干什么呢 来嘴挑 请问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创建了个实力对象 那么实力对象 他这是意味啥 你不会说不知道吧 这个切片取出来的指示是谁 同队以后往前去 取出谁了 啥也取不出来 忘了 你后边还得来个末儿复仪才能取吧 你没有复仪 他默认正义 默认是不是正义啊 你啊 负一是最后一个 是吧 负一是最后一个 默认的那个 那个不偿是往后右走啊 你意识在左边 你取什么啊 你俩又没有交集啊 是吧 那看空啊 这空啊 怎么 这是不是列表的切片啊 对吧 列表的切片 这不是说的切片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象 依然可以用切片 我去调用 切片的时候 他都能调这个方法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如果我这句话 请问这意味啥啊 哎 这咱们之前没有说 说到这了 我一块给大家说一下 Numbers等于 等于 X 4X 这种学过吧 哎 这叫啥玩意儿啊 后来不会啊 这叫什么 列表退导师 是吧 考试必考啊 你别跟我说东哥 不会忘了 无法原谅啊 请问Numbers 接下来取出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好了 我就懒得想写嘛 我就有这个东西 来同学 Numbers 这个冒号三 三嘛 取出来的是什么 是不是012这个词啊 好了 我接下来还可以怎么干什么 你看清楚了 等于 列表 112233 你给我指定一个切片 我拿个新的列表进去 我把我的列表 直接C在你里面去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直接换了 那咱们再试试吧 东哥 我在里面只有一个 一个100 哎 也没错 来看看 谁换了 哦 只换了一个 那么我再来几个 我再来上一个比方说叫这个 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的 11122233 啊 44455 说明了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切片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咱们试验出来了 你告诉我有多少个 我指定多少个 咱们可以替换 多少个 没错 你告诉我了三个地方 但是我只给了你一个 是不是将来只替换一个 你告诉我了三个地方 你告诉我了三个地方 但是我给你了五个地方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往后 设置 是不是设置五个呀 都是可以的 你告诉我一个位置 我将从这个地方给它往里填 往里边C就行了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结构图 原来列表的切片 是不是还可以直接的设置值呀 可以 这是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 列表的切片可以直接设置值 那能不能直接列表的切片 直接删出来 你注意看 Number是现在这么多 我删谁呢 我前面写三个Delete 走 是不是把这三个概念了吗 都是可以实现的 来的吗 那我要问你了 那如果这个哥们不是一个列表 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实力对象 是不是按理说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吧 但是你只要保证 实现了get set和delete这些方法 那么将来就可以用这些 否则你这么一用 立马就挂 听懂我意思了吧 通过这个地方 同学们有没有一个感觉 所谓的魔法方法 魔法属性 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我执行某件操作的时候 对应的python解释器里边的一个特殊的操作 你说是这个道理了吧 其实这就是魔法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它一定是调了哪一个呀 所以说你得把这些东西知道之后 你才能知道 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 好的吗 最后的一个结论 python3这种新的解释器里边 python3这种新的语言里边 这个新版本里边 有N种魔法方法和魔法属性 这仅仅是给大家说了一部分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有N种 用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去研究 那就可以了 用到什么去研究什么 用到什么去研究什么 那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么通过咱们刚刚讲解的这个魔法属性和魔法方法 这里边这个东西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特殊情况下 它python解释器会自动调用特殊的东西 这个就叫魔法的体现 不仅可以用for循环的时候 可以for一个字典 for一个变 for一个对象 还可以切片 还可以当作字典去用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吧 这就是魔法方法的一个特性 一个特性 好了 那么